我剛剛聽到那個爐渣案喔 是 我特別要跟鄉親來報告啊 在賴清德的任內 他居然啊 通過給這一家瞎搞爐渣 亂搞爐渣的公司啊 在我們台南的土地上 在我們台南的五十筆的土地上 埋下爐渣 各位鄉親啊 你們知道他埋了多少萬噸嗎 多少萬噸 埋了68萬噸啊 那很多耶 各位啊 爐渣不僅會毒害土地 還會毒害地下水 更重要的是 毒害我們台南人的身體 各位鄉親 我們台南人過去 聽笑民進洞 我們是不是給陳水扁機會 對 我們是不是給賴清德機會 對 但是 賴清德跟陳水扁 怎麼對待我們台南的鄉親 沒錯 你說多錢 他有良心嗎 喔 各位鄉親啊 爐渣污染五十筆土地 爐渣在我們台南 埋下68萬噸 結果 這一批賴清德支持的壞蛋啊 你們知道他賺了多少錢嗎 你們知不知道 他賺了21.6億啊 哇 所以民進洞 現在那一些立委 現在那一些候選人 他們吃香喝辣 住豪宅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前一陣子啊 賴慧原啊 跟他同一個選區的啊 民進黨初選啊 他怎麼攻擊他民進黨的對手啊 他說他的對手有兩戶豪宅 沒有登記 這就是民進黨 毒害我們的身體 賺黑錢 自己住豪宅 對不對 對 這塊的民進黨 要讓他落台嗎 對 出來我又跟大家來報告 賴清德說他是一個醫生市長 如果身體不是好醫生啊 不是吧 各位鄉親啊 我們台南啊 2015年 我要勾起大家的回憶 暗清德說他醫生市長 要來抵禮我們的台南 各位鄉親你知道那一年 登革熱我們台南死了多少人嗎 100多個 2015年 賴清德當台南市長 結果那一年 我們台南的鄉親 因為登革熱 死了112位的鄉親 嗯哼 各位啊 賴清德是創下全世界單一行政區 死最多的人 這樣的市長 及格嗎 不及格 我再舉一個數字給大家看 嗯哼 印度 大家說印度比我們台灣進步 還是比我們台灣就好啊 印度應該環境不是很好吧 是 印度有14億的人口 對 結果印度因為登革熱 死多少人你們知道嗎 多少 78個人 比我們還少啊 我們台南 兩百多萬的人口 我們死一百一十二位鄉親 嗯哼 你說這個老兄弟 有認真在管我們的台南嗎 沒有啊 所以我給鄉親報告 這個賴清德 連蚊子都管不好 他有資格管理我們的國家嗎 沒有啊 這個賴清德 連蚊子都管理不好 他有人力管理我們的國家嗎 沒有啊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最近賴清德啊 到處去大學演講 一直被嗆聲有沒有 對 他前陣子去中山大學 人家學生問他說 你對民進黨的貪腐有什麼看法 嗯哼 結果賴清德他不知道民進黨有貪腐耶 對 民進黨那麼惡劣的貪腐 賴清德不知道耶 裝作不知道 賴清德是假裝不知道 還是真的不知道啊 嗯 我跟各位鄉親報告 賴清德如果假裝不知道 代表這個人有良心嗎 有啊 如果賴清德真的不知道 就代表他更加沒有能力來管理我們的國家 大家說對不對 對 所以這一次總統大選啊 我跟各位鄉親來報告啊 我不管你們投給誰啦 就是不要投給賴清德 大家說好不好 好 稍後我就跟大家報告 民進黨執政啦 民進黨執政 最最最喜歡做什麼事情你們知道嗎 什麼事 除了貪污之外喔 還喜歡碰風呢 還有什麼 抄襲啦 你們台南 我們台南 我們台南 這個選區啊 賴會員啊 大家知道嗎 賴會員論文抄襲 他拿三本論文來抄 三本湊一湊 湊成自己那一本 還說自己沒有抄襲 你說這種的立委 會堅守嗎 是不是我們台南的恥辱啊 是不是最會不會堅守的 我們台南人的恥辱 對 所以我進一步跟大家來報告 這幾天我們桃園啊 有個新聞很熱啊 民進黨現在在說啊 說台積電原來要到我們桃園的龍潭設廠 結果民進黨沒有當選 我們桃園的張善政市長 把台積電趕走耶 哎呀這麼惡劣 我們桃園是用百分之五十幾的選票 讓我們張善政進桃園當科技市長 但是你知道民進黨在 敗選之前設了一個圈套 他告訴桃園的人民 桃園的鄉親說啊 他說台積電要來龍潭設廠 說那個鄭運鵬 被我叫成中國鵬的鄭運鵬 他怎麼說啊 他說我鄭運鵬是移工移山啦 請來護國神山 要當人民的靠山 我說你不是移工啦 你只是個歸公啦 大家說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黑白說黑白擲啦 欸台積電視世界級的公司 他會為了設廠突然在選前一個月 突然亂宣布嗎 不會不會嘛 所以民進黨騙選票 大家要注意 他的政見完全都黑白擲啦 所以我們桃園為什麼 桃園人民啊 九和一的時候我們覺醒 就是把鄭運鵬 跟鄭文燦把他拉下台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鄭文燦 現在做我們的行政委副委長 他為了維繫他的政權 他先找那個林志堅 找新竹市的林志堅來 結果林志堅因為抄襲被趕下來 最後他還找誰咧 找鄭運鵬啦 這個鄭運鵬 口口聲聲愛台灣 結果去大陸做生意 但是這個民進黨這輩子 有夠煩惱啦 他去中共跟共產黨做生意 是用特權做生意對不對 結果用特權做生意 還做到虧本虧五千萬啦 你說這麼沒有本事的人 是不是很了然啊 所以我說他騙人民 說台積電要到我們農潭設廠 鄭文燦跟鄭運鵬 根本就是一個動機一個鬥頭 欺騙社會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啊去年九二一選舉啊 我們桃園人民啊 就用選票把民進黨的鄭運鵬 鄭文燦把他拉下來 這一次各位鄉親 代表我們府城的光榮 代表人夫婦的良心 代表人夫婦的尊嚴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我們不要投給賴欣賞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那我給大家報告 我阿兵哥 是我們中立 我在桃園中立的選區 也跟我們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來報告 中立是一個有光榮歷史 跟我們台南虎城一樣的城市 民國66年 我們中立因為有政府的暴政 所以中立人民用放了一把火 把中立分局給燒掉 鑄成了我們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中立事件 所以我在這邊用我們中立人民的驕傲 用我們中立人民的光榮 我們一起來呼召 呼召我們虎城的各位鄉親 我們用我們的良心 用我們的認真 用我們的正義 我們一起重新呼喊 讓我們的台南虎城 我們找回新的光榮感 就是我們一起下架民進黨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